嗨大家好我是迷薛 我們今天就是格空Fit黑仔熊 這五個罐頭是我上次跟黑熊拍了一個 那算什麼誰做的炒飯比較好吃 那一集剩下的 誰比較會炒飯 對我上次跟黑熊比賽誰比較會炒飯 那一集裡面用剩下的五個沙丁魚罐頭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廢物利用來開箱一下 試吃看看這幾個沙丁魚罐頭到底是什麼味道 紅色的是辣橄欖油沙丁魚 咖啡色的是日式照燒沙丁魚 綠色的是辣植物油沙丁魚 橘色的是辣茄汁沙丁魚 黃色這個是橄欖油沙丁魚 五個裡面有三個是辣的 因為不辣的上次都被我們用掉了 然後它全部的口味還有一個是茄汁 然後一個是鹽水 鹽水就是原味 這個沙丁魚罐頭呢 呃呃呃 這樣日文啊 這個沙丁魚罐頭呢 它這個是一個禮盒裝 所以它一入有七個罐頭 然後價錢是690元 相當於一個要98.5塊 可是呢 如果你這個一個單買的話 售價是99塊 所以它這個禮盒裝 完全沒有比較便宜耶 我自以為禮盒裝應該會便宜一個 可能10塊20塊左右 結果沒有 好 非常有自信 然後呢 這個罐頭是來自於葡萄牙的罐頭 究竟來自葡萄牙的一罐99塊的沙丁魚罐頭 好不好吃呢 好 那我們就先看看橄欖油跟辣橄欖油有什麼差別 真的就是油在裡面耶 我剛剛仔細看包裝發現一件很可愛的事情 它這個罐頭不是長方形的嗎 然後上面是一個 一個老人拿著一個罐頭 對不對 你再看這個罐頭 裡面呢 它還有畫出來 它還拿著一個罐頭喔 你有看到那個罐頭上面一個老人拿著一個罐頭 然後那裡面那個罐頭好像還是一個老人拿著一個罐頭 對不對 超級可愛 我覺得這個很可愛 這個設計是不是就佔它的60元裡面 聞起來這個的罐頭味道是蠻好聞的 就是魚的味道 再來看一下辣味的 這個是我們的橄欖油跟辣橄欖油 辣橄欖油感覺只有紅一點點耶 它一罐裡面好像有四隻 四條耶 有四條魚 這樣算起來應該是還蠻多的吧 感覺好油喔 我試吃一下 這個是橄欖油口味的 它吃起來好像鮪魚罐頭的味道 是好吃的 而且它的刺 完全感受不到刺 化掉了 化掉了的刺 沒有什麼感覺 這個辣味的裡面是只有三條 好大條喔 巨無霸耶 有一條這麼大條的 難怪它只有三條 還有酸滑瓜在裡面耶 酸黃瓜 還有辣椒 辣椒跟酸黃瓜 等一下 我看看原味的裡面有沒有 原味的裡面 沒有 所以它除了醃漬的醬料不一樣之外 還會有放一些調味的東西在裡面耶 那我想吃吃看這個酸黃瓜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耶 酸黃瓜通常會期待它有一個脆脆的口感 它就是化掉 一吃進去馬上就化掉了 然後也沒有酸味 再來吃一下 魚的部分 這個是辣味橄欖油 啊有一點辣 辣喉嚨的那種辣 但是一吃下去沒什麼感覺 而且 這個就不像鮪魚了耶 我覺得有點辣 所以大家應該覺得 還好 就是普通的微辣吧 我覺得 橄欖油原味的比辣味的好吃 很喜歡吃辣的應該會喜歡吃辣味 真的嗎 它是好吃的辣嗎 它沒有很辣 就一點點 會讓人家味道比較豐富一點這樣 我對這個辣味沒有什麼感覺 我比較喜歡 麻辣的那種麻香 就是 香味比較重的 它就沒有什麼香味 就只有辣而已 那我們下一個吃它的 辣茄汁好了 辣茄汁 恰 我想配飯 這個茄汁感覺就會很像那種 我們 台灣那個那個罐頭是什麼啊 金魚 喔對 茄汁裡面也是三條魚 但它的三條好像都是比較大條的 我吃小塊一點 世界上茄汁罐頭味道都一樣耶 對葡萄牙跟台灣茄汁是一樣的喔 茄汁罐頭非常的國際化 沒有耶 很不辣的辣 連我都覺得不辣的辣 但是算好吃的 可是比起來我覺得台灣的那個青魚罐頭 茄汁青魚更好吃 而且只要三十幾塊 差不多 重量的話我不記得茄汁罐頭多重了 所以比不出來 但是以CP值來說的話 我們的茄汁罐頭 我們的茄汁罐頭是贏 獲勝的 好 那我們就再把最後一個辣的吃完 這個是辣植物油沙丁魚 我們等一下就看看 它跟辣橄欖油有沒有什麼差別 沒有的話我真的不懂它為什麼要這麼做 可能是為了湊齊顏色吧 為了顏色硬是還要出一個口味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它除了魚之外還有什麼東西 它這魚也是四塊 都是比較小的 然後裡面看到了 一個辣椒 斷掉的辣椒蒂頭 辣椒頭為什麼不幫我去掉 看看植物油跟橄欖油的差別是什麼 橄欖油也是植物油不是嗎 這好難吃喔 這什麼味道 這目前為止最不好吃耶 但是它最辣 它是辣的三個裡面現在最辣的 Oh my God 喔喔 辣 來了 它上面都有說它有辣椒跟天然辣椒調味 我覺得以味道來說植物油的這個味道不好吃 可是如果你想吃辣的話它是裡面最辣的一個 我覺得橄欖油好像比較香一點 橄欖油有一個香味 然後植物油的沒有 最後一個是我們的日式燥燒沙丁魚 哇這個顏色很不一樣耶 欸燥燒很香耶 這甜甜的燥燒味 然後燥燒這個裡面有幾隻呢 三隻 那我們吃吃看 欸燥燒這個好讓人 好讓人 燥燒這個好讓人期待喔 講話嗎 我想吃飯喔 真的超好吃的 我的媽啊 它真的是那種甜甜的燥燒醬 喜歡吃日式燥燒醬的 跟喜歡甜甜鹹鹹的味道的 這個真的超級好吃 這裡面我唯一願意花99塊去買的就是它 因為我在台灣罐頭好像還沒有看過日式燥燒口味的 我印象都沒有 我覺得燥燒口味真的很適合耶 為什麼台灣的罐頭不做燥燒口味啊 我們離日本那麼近 不是好像沒什麼關係 不過其實有 我真的沒吃過 真的有嗎 如果有人我知道台灣有燥燒口味的罐頭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嗎 下次我們去買所有的燥燒口味罐頭來吃吃看 是非 那我們今天試吃了這五款罐頭 其中的第一名就是日式燥燒口味 好香喔 好想拿這個汁去澆飯喔 好非可是很好吃 這是我們第一名 然後呢最後一名就是這個 辣植物油口味 如果大家想試試看家裡的沙拉油配魚是什麼味道 就是它 對然後又辣 可能對有些人來說辣是加分的地方 但對我來說不是 中間有點難耶 硬排是可以 硬排的話我覺得第二名是辣茄汁 因為它的辣其實根本就不會辣 然後再來呢 我的第三名是橄欖油 因為我不太愛吃辣 所以橄欖油給它第三名 接下來第四名就是這個辣味橄欖油 原因就是因為它是辣的 那這就是我推薦的順序啦 如果你喜歡吃辣的話 你可以嘗試一下後面這兩款 如果你不喜歡吃辣 然後也跟我一樣喜歡甜鹹甜鹹的搭配的話 可以試一下日式照燒醬 只是呢這一款罐頭稍微貴一點 真的就是一罐要99塊 所以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再決定要不要去買買看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一個開罐頭試吃的影片了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頻道跟開啟小鈴鐺喔 那也可以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有什麼想說的話或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欄告訴我們 也可以去Follow我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